简单粗暴的跟大家罗列一下 20到22能落地的皮卡的选择顺序 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和选择逻辑 综合了很多因素 比如说品牌力 性价比 配置和口碑 我绝对不敢代表什么权威 只是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参考意见 你要是喜欢才有皮卡 我的推荐顺序是DMAX 长征炮越野版 江陵玉湖9 福田大将军 长安凯层F70 江淮汉图 上汽大通T90 锐76 你要是喜欢汽油皮卡 我的推荐顺序是 长征炮越野版 江陵玉湖9 纳瓦拉 福田大将军 上汽大通T90 长安凯层F70 你要想开一台皮卡舒服点 我的推荐顺序是 长征炮越野版 DMAX 江陵玉湖9 上汽大通T90 福田大将军 江淮汉图 长安凯层F70 你要是喜欢越野和自驾 我的推荐顺序是 长征炮越野版 DMAX 江淮汉图 那哇拉 如果你喜欢款式新的 DMAX 长征炮黑弹 长征炮火炮 上汽大通T90 福田大将军 江淮汉图 你要是喜欢省油的话 DMAX 上汽大通T90 福田大将军 江陵玉湖9 江淮汉图 长征炮越野版 你要是喜欢改装 潜力大的话 长征炮越野版 DMAX 江淮汉图 那哇拉 好了 下一期聊聊 15万落地的皮卡选择顺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